继续来关心的是新北市新店国小 每到下课时间家长都会来接送 结果大家就发现说 拖吊车这个时候也会大举的进入出洞 专挑这些家长接送区来拖吊 那么因为很多家长下车进学校五分钟 想说赶快把孩子接进来就走了 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五分钟 车子立刻也被拖走 甚至还有两三辆拖吊车 专门在现场守株待兔 也让这些家长觉得相当不可思议 拖吊车一经过 民众吓得赶紧把车开走 明明是家长接送区 民众来接小孩下课 每个都是胆战心惊 妈妈带着小小孩快步冲进学校 要接就读幼稚园的儿子 就怕车子停太久 另外一位妈妈和女儿约在校门口 只停三分钟 远一点的阿公也是接到孙女 五分钟就走人 怎么会这么改 原来是大家都被拖掉 拖怕了 接完小孩出来大概40分左右 然后车子就被拖掉了 在家长接送区 大概前后加起来不到10分钟吧 出来一下下就 车就不见 民众抱怨 在新北市新店区 几乎每到了下课时间 拖掉车就会出动 专挑各个国小的家长接送区拖掉 地上留下粉笔通知 一二三 一四三辆车同时被拖掉 民众还看过好几辆拖掉车 守株待兔 警方的理由是因为接送区是黄线 只能停三分钟 驾驶不能下车 家长质疑这样怎么接小孩 两个小孩一个一岁半 一个四岁半 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再留一个一岁半车 在小在小孩在车上 民众也知道违规不对 警方回应是依法开罚 但明明知道女途事件频传 学校希望家长接送 有些人只能单独来接 幼稚园小朋友也得家长进学校 却被列为重点拖掉 也难怪警方会被质疑 只是为了抢业绩 中学过小蓝志 新北市报道